俯从少官所出来的国三身回原校受教 却迟到攻击别班同学致死 飞行少年的保护出了什么漏洞 郭教盟表示 少年保护官没能发挥专责辅导效用 学校无从对接配合官户处遇 少保官当中的很多的工作 其实并没有去挤动这些沟通协调 现在调保官当中的 其实调查跟保护当中 应该去做一个分离的动作 学者指出 涉案少年犯下大错前 应处罚接受保护管束 未处罚前已有曝险行为 在之前出现偏差 学者说偏差和曝险时 都有预防辅导机会 但以少府会来说 只收曝险少年参与不良组织未在列 以去年7到11月来说 少府会只收541案 开案辅导仅302案 在统计他的不开案率的最大原因 当然第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 不服曝险标准 对他们而言就是一个非常 让孩子进不了少府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界限 10到12这些触犯杀人这种重罪的 是不是再考虑一下 要不要再思考一下 有少年法院是用少年把握成型 建议扩大少府会协助的类型与范围 警大教授许福生也强调 近年来少年犯罪人口率上升 且犯罪样态组织化多样化 教育辅导虽然是仿制少年黑帮最佳策略 但抑制校园暴行 必须重新检讨少市法 原始新闻综合报道